火化时人的身体会遭遇什么 火化过程中是否会发出怪异的声音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 人类恐惧死亡 但又对死后的世界充满无尽的遐想 从前台上山土葬是大部分死者的归宿 而对于现代国人来说 死后火化葬入公墓才是最终结局 那么人体在火化时会遭遇什么呢 嗨 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为大家带来 火化时人的人体会遭遇什么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现代国人死后都需要进行火化 在很多地方都有殡仪馆和火化厂 一个人在被确认死亡后 亲属就要为他安排火化事宜 如果是在家中死亡的人 家属要到当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 开具死亡证明 然后再去附近医院换取正式的死亡证明 如果是在医院死亡 则由医院直接开具正式的死亡证明 死亡证明仪式三份 一份交由医院保管 一份由家属带去派出所为死者消护 一份就需要拿到殡仪馆 在火化前需要出世 最后由殡仪馆上交至士兵葬管理所留存 这些手续要迅速办完 因为遗体需要三到七天内就完成火化 不能长时间停放在医院的停尸间内或家中 手续办完后 家属就可以联系殡仪馆来接遗体 一般情况下 会留一到两个随车亲属随遗体一同前往殡仪馆 遗体运到殡仪馆后 会将遗体放入停尸柜 温度在零下10摄氏度到零下20摄氏度之间的停尸柜 能够保证尸体在气温高的时候也不会腐烂 随车亲属到场后 要先提交死亡证明 然后选购一个骨灰盒 殡仪馆也可以为死者和家属提供礼追悼厅 告别室、花圈等殡葬用品租赁服务 以便在殡仪馆举行追悼会 这时候 逝者可能会需要一个重要的工作人员 那就是入恋师 入恋师最先出现在日本 后来由日本引入中国 在中国一般将入恋师称为遗体化妆师 专门负责为遗体清洗、穿衣、化妆 然后将遗体运到告别厅 在举行追悼会期间 有殡仪服务员为家属布置追悼厅和告别厅 会帮忙接待和引导逝者的家属和亲友 不需要举行追悼会的 殡仪馆会尽快安排火化时间 举行了追悼会的 一般就在追悼会当天将遗体火化 亲人与死者告别结束后 负责操作火葬台的工作人员 就会将遗体推进遗体燃烧室 遗体在推进燃烧室的第一时间 还不能立马火化 尸体要进行预处理 所谓的预处理 就是取下死者身上的橡胶、塑料等制品 然后用钢片或刀片将遗体划开一道口子 防止遗体内外受热不均产生压力差 出现爆炸的情况 接着在遗体表面喷上汽油 然后将尸体装进一次性的遗体包装袋 或包装盒中推进火化炉 火化炉分为普通炉和环保炉 普通炉价格便宜 耗油量高 火化遗体时需要不停地转动 遗骨的完整性也比较差 而豪华炉价格较贵 耗油少 烧出来的骨灰形体保持得完好 而且骨灰洁白无味 火化炉的温度能够达到1000摄氏度左右 但也不是一下就将温度调得那么高 因为不同的材料和人体组织所需的温度不一样 如果一来就开高温 很容易直接烧壶 而且浪费燃料 火化炉刚开始的温度是200摄氏度左右 然后逐渐升温 达到400到500摄氏度这个阶段时 会将装饰体的容器 人体衣物和脂肪烧完 温度升到600摄氏度后 人体的血液肌肉和内脏会逐渐被烧化 到了800到900摄氏度这个区间后 就会损坏一些小块的骨骼组织 但大块的骨骼无法被烧成灰 最后会剩下约四五分之五的骨骼 但是被烧过的骨骼是很脆的 有机物被烧掉 只剩下了一些钙和无机物 所以很容易被敲碎 最后将遗体架拉出来 等待冷却后 就可以将死者的骨灰收入骨灰盒中了 不同地方的火化炉工作效率不同 加上尸体的体积大小不一 火化过程会持续1.5小时到3小时 如果是幼酮可能仅需几十分钟 曾经有传闻称在等待火化的时候 听到火化炉里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甚至有点像人的哭声 闪电歌认为这纯属谣言 火化尸体时发出哭喊声的传说 至少有30年的历史 当时国家刚开始推行火葬 某些反对火葬的土葬支持者 便想出了这个故事 为的就是在民间引起恐慌 阻碍火葬的推行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传统土葬往往会附加一些迷信活动 实行火葬无疑是在砸他们的饭碗 但在当时普遍迷信 而且习惯土葬的人 便把这个谣言传得会声会色 而且火化炉内的高温 会很快将尸体的肌肉组织瓦解 人的声带也一样 声带都烧化了 怎么发出哭喊声呢 在殡仪馆和火化厂工作的员工也公开表示过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 从前的火化炉隔音效果不好 声温速度慢 外面的人也许能够听到尸体胸腔集气后发出的叹气声 尸体的体液和脂肪燃烧的滋滋声 但现在的火化设备已经很先进 基本听不到这些声音 顶多能够听到火焰喷射时发出的哄哄声 有些人可能会问 既然当时有这么多人反对火葬 那为何还要执意推行呢 火化从20世纪开始就被世界各地广泛提倡 美国的火化率为26% 韩国的火化率为74% 英国的火化率为72.45% 日本的火化率为99.85% 火化率似乎与国土面积成反比 但是我国国土面积虽然大于美国 火化率却在2019年达到了52.4% 中国第一大物博 不像日本这样的岛国土地稀缺 为何不能延续土葬呢 从前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土葬文化在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 但由于城市用地严重匮乏 用于殡葬的土地少之又少 还考虑到中国需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需要破除封建迷信 节约丧葬成本 防止瘟疫产生 于是在1985年 我国发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 才确定我国要改革土葬 推行火葬 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火葬区和土葬区 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就施行土葬 人口密度大 耕地较少的地区就推行火葬 21世纪以后 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火葬区不断扩大 土葬区逐渐缩小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土葬改革 强制推行火化政策 但从上述的火化率也能侧面说明 每年依有近500万逝者 没有获得良好的丧葬服务 农村之所以也要推行火葬 是因为土葬的坟墓会占用大量的耕地资源 如果有富人要大肆修建坟墓 会占用更多土地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本来就少 如果继续施行土葬 越来越少的耕地就会养不活日益增长的人口 好在如今很多人的观念已经改变 即使不愿意火葬的人也接受了现实 中国的火葬率也在逐年提高 不过如今又有人提出火葬的燃料 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和燃料的残留物 会加剧环境污染 还是应该采用土葬 闪电哥认为大可不必 我国的耕地紧缺问题 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能够悬崖勒马及时保护 走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 怎么能开历史的倒车呢 目前对于人类来说 火葬相当于是缓冰之计 世界各地的人也在思考更加环保的丧葬方式 比如意大利的胶囊葬 将尸体放在一个可降解的特殊胶囊里 然后作为一棵树的营养来源 相当于用一个逝去的生命 再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你认为这种冰葬方式是否比火葬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闪电哥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工 语 回 home 逢 ungefähr 嘴 像 你们 支持 剧 你 exhibit